哈喽 麦哥听姐好介绍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来到的Banda Tato On 来看一间22x70的这一间双层牌屋 重点是我们这一间22x70的双层牌屋 价钱非常的便宜 这一间可以给你做到低头期 我们屋主的卖价是639千 而且是22x70的银行估价 可以高达680千到720千的价钱 而且我们这一间对面也是属于Unblock View的 你可以看到车子比较多的朋友 超过两辆的朋友 前面还可以再停放车子 我们的大门前面是一条小巷来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车房 这一间22x70的 大门是西南偏西 OK西南偏西 车子停两辆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店是在很旁边的 带你进去里面参观 这一间是四房三侧 屋子里面是没有什么装修 蛮原装的 只是做了铁花灯跟风扇而已 建筑面积是2200 然后这边也是属于永久地气 你可以看一下22x70的Tato On 客厅非常的宽敞 哎真的很扩啊 这边如果你摆了一张大沙发的话 旁边这一边在哪来放你的 哎大圆做饭 坐在这边没有问题的 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sealing还算是蛮高一下了的 我们往后走的话 带你去看我们的干湿厨房 来这里就是干湿厨房 刚刚听见有讲 这一间是属于比较原装的单位 所以自己在做这个kitchen cabinet table talk 你都可以做成你自己喜欢的款式 后面的话呢 他还有一个小空间的 这个地方你可以拿来围起来 可以在这边洗衣服放洗衣机 要做市厨房也可以安放在这一个方向 后面就是直接是我们的后巷了 然后呢我们后面这边呢 还有大家楼下共用的洗手间在这一边呢 旁边就是长辈房了 这一间的长辈房 空间感的话 可能你放一张单人窗比较适合 如果是放双人窗的话 就会有一点窄 旁边的话也是有采光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窗口 楼下长辈房是有窗户的 我们去看看楼上 带你们去参观楼上 楼上是三房两侧 这一个款22层 其实在Dato On的12路 Dato On这边 地点其实还蛮方便的 如果是讲你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 其实这一边开车一个五六分钟 就可以到这个Edeal Highway的路口 大概20分钟就可以到波底市中心了 来我们来到楼上了 看到吗楼上这边 其实这一间听给讲很原装嘛 所以小厅这边是没有做什么装修之外 上面其实它有一个小洞 有一个窗户 所以是透光的 然后Sealing还很高 这个空间也蛮宽的 可以在这边放书桌 或者放一个小沙发都可以 楼上三个房间 两个厕所 先看第一个房间 来我们来看到第一间客房了 这一间客房其实蛮宽敞的 放了一张双人床 旁边衣橱 如果你要再加一个书桌在前面给小朋友的话 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也可以大家看一下 这一间是楼上是三个厕所 资料这边有物给大家看 它的这个壁砖都是上到完了的 也可以做到干湿分离 再来我们去看一下隔壁的房间 这两间房间的这个格局 其实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格局 大小也是几乎是蛮同等的 都是一样放双人床再加一个衣橱 如果你这里要摆这个梳妆台 或者是要摆这个 我们的这个书桌在这里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给大家照一照看我们的洗手间 看到吗 刚有一个洞是可以给你放沐浴露的 所以如果你不要在墙上转洞 放你的这个架子的话 其实这边的厕所都是有一个洞 原装就有的 可以放沐浴露 放洗澡的这个沐浴露 来我们来到主人房 哎 22×70的主人房 非常的大间 看到吗 这一个空间感 哇 这边你放了你的卧室的睡床之外 这边可以放衣橱 衣橱有两个地方可以安置的 这边还可以再加一个按摩椅 这个房款是没有这个阳台的 我们这边如果你放了一个大衣橱 要给太太多一个衣帽间的话 这边还有一个小空间 这边可以再做一个小壁厨的 再来我们来看主人房的厕所稍微大一点点 都是一样壁装上到完的 OK 然后刚刚这个是我讲的 主人房的这个放沐浴露的地方又更大一点了 都是整间屋子可以再讲是你想要拿来做自己的装修风格 想要做装修尤其是想要找便宜的TATOLON物质 要罢款一点2270的朋友这一间只要639千 可以做到低头期 银行估价是可以去到680到720的这间房子 所以非常的超值 最重要是什么 它还是可以 如果车子比较多的朋友家里有超过两两三两四两 都是有位置可以给你去做停放的 然后地点也非常好咯 这一间的话它是西南偏西的 永久地气保安微离费呢 每个月是100块钱而已 3分钟就可以到我们旁边的这个小商店街来 711妈妈当早货店都有 然后如果是讲你要去比较好买东西的话 5分钟可以到我们Daman Daya的商圈 到Aion到Aida High商圈 如果要到波底市中心去的话呢 这边20分钟车程可以到新山 三四中心可以到CIQ的 要去Aion Aion Rebel Ikea Tropes Sco都是非常方便的 有兴趣的朋友 639千Net 这一间最超值的房子了 可以打电话来 麦哥听姐好介绍哦 叫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到这边 记得离开的时候 点赞 关注麦哥听姐好介绍 给听姐今天的视频 一个like才离开哦 我们下次再见